這個部分我是覺得喔 這樣好像改出來有點不太OK 因為它最好乾脆就是 上面乾脆就1 2 3 4 5 6 就是它是 第幾個號碼就好了 不然中央號碼這樣怪怪的 所以最後的話我想 最後改出來的最後Ending版本 應該直接這邊給它 這個1號碼 這2 3 4 5 6 所以剛好就是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這樣不是剛剛好有沒有 然後底下就剛好6個號碼再加一個特別號 所以本來籃是有3籃的 那因為這樣分割之後變成日期 然後加6個號碼再加一個特別號 所以有8個籃位 應該OK啦 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好像更好 執行一下 剛剛是有沒有 1 2 3 4 5 6 特別號 剛剛好 有沒有 不過啦 日期部分好像 它 這個日期 在Excel裡面來看 它是一個文字 因為它不是標準的日期 所以其實理論上你應該要把 這個後面的刮弧2 刮弧拿掉 然後放進來 然後放進來 Excel就把它當日期看待 不然的話你將要做統計分析的話 它會沒有辦法把它當日期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還有一個 這邊要再補一個斜線 因為Excel的規則是年斜線月斜線日 所以如果你假設 當然這個是後面你要自己去改 至於怎麼改 會這樣你們自己應該會把尾巴那三個字不要 中間再補一個斜線 怎麼做 這想想看 如果你可以進來之後就一個標準日期的話 那更好 OK 只是說這個可能要自己再花一點時間吃吃看 這樣應該OK了 那最後的話 如果要把它變成Sale的話 因為現在畢竟是CSV 那我講過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 這個 這個 串列的話 那應該怎麼樣串列會比較簡單呢 其實 因為這個S 其實它出來的結果就是 長這樣子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把一個文字 最快的方式變成一個串列的話 而且它剛好有固定的符號 那我們就會想到一個什麼 什麼 函數 一個函數就是 文字切割函數還記得吧 就是什麼 Splitter 對 Splitter刮符然後逗點一下比較好 那它不就可以馬上又變成 從一個文字 馬上就變成一個串列 那個串列剛好就是 可以直接就拿來append到那個Excel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假設你CSV做完 馬上可以直接就改Excel的話 最簡單的改法 想到的就是這三行線不要 因為這個是純層那個嘛 那我就直接在這邊 就把這個S上面的S有沒有 直接就是用Splitter 大寫的我這邊是大寫的 S.Splitter 有沒有 你打一個SP它就出來了 然後這邊給它一個刮符 逗點就可以了 然後因為它會return一個結果回來嘛 所以我就用一個list1去接它好了 list1等於 那我就得到一個串列嘛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這個串列print出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print出來的結果 是我要的 那表示呢 我們後面的那個有沒有 轉成Excel就簡單 這個print這邊這個把它拿掉 這個這個 這個我先delete掉了 因為這個print出來 OK 好 等於是多了 這 這個一個list 我覺得應該這樣應該算最最簡單 不然的話你要重寫 重新再自己弄一個串列 好像反而更麻煩 因為我已經寫到這邊了 那我們就接著寫 不是最簡單 OK 好 直接執行看一下 看一下 結果是不是一個一個的串列 對 如果是的話呢 那表示了 不對 為什麼 你看這邊加一個反斜線 反斜線N嘛 所以 它得到的 它變成 日期 對它好像有一個一個 只是說資料太長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就是 我們在 這個資料如果 我要串這邊就不用反斜線N 反斜線N加的話 反而會 多一個東西 OK 對 這邊一定要先把這個S等於S加有沒有 要把S加刪掉 為什麼 因為如果假設你一直串一直串 你越串越長有沒有 所以發現有沒有 全部一整個全部的資料通通放在串列裡面 不對嘛 我們應該是輸出一列 就是一個串列 所以記得 這邊不能夠串 所以這邊記得 除了剛剛那個反斜線N要拿掉之外 S等於S加有沒有 這個也要把它拿掉 因為如果這個沒有拿掉的話 它會變成越串越長 所以我剛剛覺得奇怪為什麼越串越長 原來這個沒拿掉 這個拿掉的時候應該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沒錯啦 它就一個一個的串列了 那OK了嘛 那最後的話 如果這樣的形態呢 那就符合 我們要寫到Exale的要件 因為它是一個一個的串列 所以再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把之前寫過的那三行有沒有 在雲端也有了 第八頁 這三行直接就放在最上面 OK 所以把這三行先放在上面 把最上面好弄 然後呢 就加什麼 一個工作部物件 一個工作表物件 SHITS 然後利用SHITS點 點那個append 那記得append的一定 所以這個藍物名稱也要改 藍物名稱也不能用字串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是先給他一列 所以SHIT 用這個SHIT的物件 這個物件 它裡面有一個叫append的方法 append 然後括弧有沒有 裡面的話 我先給藍物名稱 藍物名稱一定要是中括弧的 一定是串列 然後不需要換行 所以我就拿這幾 這 總共應該是 日期 所以第一藍日期 日期 記得喔 這個可能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 你變成要手動自己加前後雙以後 因為它是串列喔 因為它是串列喔 它不是一個自串 所以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對吧 就是串一個自串 串一個串列給它 總共有八個藍位 日期 然後再加上 1到6 然後再加特別號 尾巴記的一定是 中括弧 OK 所以這個意思說我先append一個藍位名稱進去 然後底下的話呢 再分別把list1 通通再塞去 所以底下一樣 在這個printlist1的下面 再加一個 shift.append 然後把list1 塞到它的後面 這樣OK 先塞 第一個是藍位名稱 那底下的話就每一個 每一個資料都append的進去 那最後的話呢 再利用那個 工作部部件 工作部件叫wb 所以wb.save就可以了 wb.save 然後路徑的話呢 我一樣是存在 我剛剛的那個路徑 所以我是把它存存存在我的 一樣打個r c冒號斜線 temp 我放temp底下 然後這個大樂透 點xlsx s OK 這樣子就完成了 所以理論上的話呢 我們其實是延續剛剛的那個部分 然後呢 我就直接把它用split切割 記得 s等於這個地方一定要把s加 s等於s加 這個一定要刪掉 如果不刪掉 那邊全部串一起 那它串的越來越長 然後 再來就加上面那三行 然後再先插入一個 這個是插入第一列的藍位名稱 然後在底下就全部把資料全部塞進去 然後再safe 這樣OK了 好 理論上應該這樣 沒問題啦 把它執行一下 如果沒錯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OK 這個其實是有點小複雜啦 不過跟各位講喔 反正將來表格不外就table 不外就tr 不外就td 那你說老師那可是 那個雅虎股市那怎麼辦 你看一下 他只是換個名稱而已 可能外面table換div 然後可能table可能換成ui吧 我記得 ul啦 然後那個ul就是項目名稱 然後在裡面好像把td換成li 我記得 只是一樣是三層 只是換個名稱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drip 你換個名稱就好啦 有沒有把那個標記名稱換一下 一樣可以把那個Yahoo 我讓你們有時間試試看好了 如果你們回去有時間 去找一下那個 Yahoo股市的隨便一個類股 然後你把它試著抓下來看看 如果你這一題會的話 理論上那個應該你也抓的下來 OK 這個後面可以自己試 我最後執行一下 看一下 可以耶 可是卡比較久 打開看看 有耶 OK 不過這個寫過來的資料 你會發現他都變文字 因為我們寫入的時候 沒有把它轉型成 數字 所以他append進來 全部都把它當成是文字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更貼心一點 你乾脆就是在寫入的時候轉型 OK 那這個已經 不過好像離最後的目標 還要還有一段距離 什麼距離呢 就是目前只有抓一頁有沒有 indage pay等於1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要全部的話 很簡單跑個回圈就好了 然後裡面都做一樣的事情一直append 全部都76月就OK了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你們先做完之後有沒有 如果要全部的話 這邊就有了 下載所有頁面 第八頁下面 至於怎麼做 你們先試著先把剛剛的這個部分先完成 後面其實也不難 只是再加一個回圈就OK了